我是高沙族 泰兒族 我們當中也有泰兒族的 這個亞服下的是為了你們 也是中國給我們高沙族的名字 這個都是為了應付你們 應付平地人 應付外國人 我們實際上沒有文字 只不過是因為在山上 一百多年前還有六十多年前 教會的興旺進入到山上 所以就影響了整個山上的宗教信仰 不管怎麼樣 以我們用自己 白為日實際上不是羅馬制 那教會最先在山上的是 台灣基督徒教會是150年 今年是150週年 從南部的馬雅各醫師 然後那是1965年 然後1972年 馬接換馬接加拿大 進入到台北淡水 所以今天有馬接醫院 那這些的加拿大人 那這些的加拿大人 為了爛台灣人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前 衛生教育極差無比 而且是非常可憐 但是因為有外國人 他們用自己的信仰 他們用自己的信仰 疼心來疼爛台灣人 然後用教育 從小朋友 國中高中青少年 來帶動 那到了1945年 日本戰敗的時候 那中國人就進來了 那中國人進來 那中國人進來 來到台灣 這個歷數 真像 實際上 真像 我們沒有という影響 我們假若 70歲以上的 大概有這樣的欣向 五、六十歲以前的 甚至今天這個少年人 沒有那個概念 哪只是說 日本是我們的敵人 日本來 殘殺我們無辜的台灣人 用这样的教育观念 让我们一般的少年人或是中年人 对日本万人对日本非常的恨怒 这谁的教育 这个是中国人的教育 世界上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真正的这样的事实真相 我们没有想过 你没想过吗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你还没有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你还没有接触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那这个整个台湾的真相 你没听过吗 没错 我也没错 那我现在是六十多岁了 那单单用这个教育文化 文字教育给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个亚服下的只不过是为了学习中文的 那在五六十年前 特别是六十多年前 中国人带了 蒋介石带了一千公教人员 那时候我们台湾人六百几万的人口 我们那时候人口一百多万 六百多万 差不多六百五十万 那他们带了一千公教人员 这一千公教人员全部到平地 升级到山上 听伦母 有时候特别是我们山上 我在小时候 几个那些中国人 干什么 有时候你们你们知道吗 我们 这个我们几个同班同学也很完璧啊 既然老师讲的听不懂 好 我们讲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话 这个老师说 干什么 你们讲什么 我们学生听不懂老师的话 当然也听不懂我们学生的话 这样的逗来逗去 不过这是一个经验 那这个经历呢 是心痛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去争取权益 不像今天 连国中高中 已经对课纲小小微调啊 调一些中国历史 然后调一些 不要把这个山上的高沙族原住民的事件 进入到克刚 那有一些 中国文化的那些 像王小波 组模者 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王小波 读有教育学历 教育高的 或者是读过高中大学 或者是你们做家长的 关心教育的 一定会知道什么 谁是王小波 他就是专门把中国基本教育的 纳入 进入到高中大学 甚至也进入到国中 必修课 那把那些台湾的历史 把他围调 也稍微不是真相的 那现在的家长跟学生 就会争取权益了 还会去抗议呢 以前我们有那些 管理 还是有那些机会 来抗议 对抗 中国民国 没有那种的权利 以前没有那种的抗议 大概只有我们高沙族 1988年 1989年 1992年 1993年 还我土地的时候 我们才有那个机会 1988年 第一次高沙族 向流亡中华民国 抗议 那时候不知道 什么是流亡中华民国 只知道说 抗议政府而已 不知道抗议中华民国 那像这样的事情 真正的事实 谁了解 没有人了解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来到 台湾民政府 你已经从初级班 进入到高级班 你可能有一些的概念 对台湾民政府 那可能还要 继续深入的研究 也是要继续研究 不是一拜 两拜 三拜就好了 没有 全是我 我是四年前 进来台湾民政府 我是四年前 进到台湾民政府 因为我听到秘书长说 我也跟秘书长对话 那时候我们在台中部的田中 专程追到田中 听秘书长的演讲 然后讲了 这个才是真正可行的一条道路 我算过 从差不多三十年到五十年 这个中华民国的统治之下 至少有一千多次 任何不同的团体 向中华民国抗议 有了一点点给你甜点 然后认识你的话 就给你酬庸的了 有了 但是人有什么关系 对人有什么帮忙 这些都是小甜点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把这样的观念 重新调整 所以今天是 我用台风这个形容 形容中华民国 这个红胎是 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那我们也知道 红胎的本性 台风本 它的本质 跟它的意涵 或它的动态 至少有这个九个 第一个是 台风来了 一定会破坏 会扭曲 我们整个人的生态 但是很奇怪 在小的时候 台风来 爸爸还有我们阿伯说 起来哦 杀戏掉 也进到河边 跟台风面对 因为我们要去抓鱼 因为我们要去抓鱼 那我们是 为了吃 为了食物 不得不跟台风对抗 所以我们下到河边 风大 风雨交加的时候 爸爸还有阿伯说 我们在旁边 只要一冲过来 就马上抓 一定不少的鱼 这个是我们这样长大 长大一路走来 是这样生活的 在山上 我们北的 红胎来 把北部是 会看屋顶 一定会 一定会把安全设施弄好 小孩呢 小孩呢 在那头看 北部说 小孩来 小孩不要出来 一定是在里面 好好休息 三顶 我们原住民国三项 不是这样 但是 已经生态慢慢改变 那第二个是 真的是 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损失 有的高砂主为了生活 跑到山上去种野香菇 今天的香菇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 两三个月前 我们到东市的新社 去看那个 那么一间一间 那么多的香菇 那个花菇 紧碎 那个香菇 世界上不是香菇 不是香菇 是灰菇 是花菇而已 有香菇 没有什么香味 一看 我相信一半以上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哪里台湾那么多的 种香菇花菇那么漂亮 没有香味 我们以前在小的时候 打那个野香菇 香的 你只要放在中间 都整间都是香的 然后不然不然不然 那种香菇 第二个 没什么 没什么 第一个 那像这样的事情 已经进 把中国的东西 早就已经进到台湾 那就是因为 ECFA 2010年6月29 中华民国跟中国 两个中国人 一起签订的 ECFA 经济协议 那个架构 已经签 那签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东西都进来了 所以特别是农产品 几百万吨 都随便就进来了 那像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会对我们台湾人的生活 经济 无论是财产 一定会有更大的损失 那 红台来的时候 怕怕怕 都恐惧感 因为说 一旦 这边土石流 那边来的时候 哇 都怕得要命 那 它整个的土地 我们的房屋 水田 压造到 不幸人士 根本不像真正的 我们以前 中过的水田 因为台风一来 全部都刮掉 那 动荡 土石流 还有代欧行 以前 还没那么 科学 发达的时候 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前的时候 那整个 焚化炉 那假如说 没有安全设施 没有弄好的时候 台风一来 真的是遭殃 一旦遭殃 代欧行就 影响我们整个 人的生命 那 台风 它不会 按照 法了 也不会按照 国际法 它完全随时 改变路线 方向 由它自己水 自己的意思 无孔不入 那这些 当然是 到最后就 用人力 来报导 台风的 动向 但是有时候 哇 台风 下大雨 你看 德里刚 本来说 下大雨 但是 怎么没有雨 所以有时候 这个新闻媒体 可见科技 还不是那么 发达 那 整个这些 是台风的 本性 那今天 我用这样的 事情 来做彼此的 互相 互相勉励 那 我用 台风的这样的性质 跟中华民国 做一个比较 也是类似的 但是 我们还没进入 政体的时候 我们要先认识 我们的秘书长 你跟秘书长也很少接触 对不对 那你也不是完全认识 秘书长 你还没进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哇 一听到台湾民政府 一听到林志森 秘书长这个名字 哇 这是诈骗集团 这是诈骗集团的领袖 听人家说 哇 整个吸筋了 然后 什么 还有美国来帮助 那 哇 那种的事情 整个密密麻麻的一些问题 都跑到我们的身上 哇 好了 不要听 不要听 不要插 政治就好了 这样 但是 假若有良心的台湾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良心 从初级班受训练 然后现在的高级班 一定有 看见 台湾会改变 一定会有看见 你们本身自己看见说 诶 这条路 可以行 那我们必须要先研究 有的人非常好 一听到就马上相信 有的人就看网络 说 诶 没错哦 跟过去的什么 党派 没港 那假如是党派的话 马上是 叛乱团体 一定会被抓 奇怪的 台湾民政府已经八年左右的时间 实际上 控告是八年 但是 2008年2月2号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成立 那到现在 奇怪了 中华民国 中国人怎么对台湾民政府 没有什么 恐惧感 也没有什么去下手 然后抓台湾民政府 更可怕的是 虽然那么多的谣言 但是 中华民国对我们秘书长也没什么好可以挑剔的 因为秘书长用国际法战争法来针对成立台湾民政府 那我们也看到 我们秘书长 有没有看到 他写的一本中国出讨那一本书 秘书长见过中学毕业的 跟马英九同届 然后秘书长就考上高雄的一个医学院 然后大学完毕就到日本大学读战争法 秘书长以为说反正这个不是热门的 战争法可以得到很快的学位就好了 那想不到原来上天上帝早就预备了秘书长做 更大的事情 是全台湾人第一个能够改变中华民国 能够改变美国法院 能够改变国际局势的第一个人 你们去看看台湾的中华民国那么多的法学博士 两三百位 都是为了学校 为了争取自己的铁饭碗 那可能也有知道说一些的真相 不敢讲啊 不敢讲 为了自己啊 但是我们看看秘书长 秘书长他原来对战争法事早就已经有研究 但是对台湾那时候还不完全了解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 就有一天他知道说因为他们家人和叔叔他们开台北补习班 那时候钱真的是蛮多 秘书长说可以拿那个带子 一个带子一个带子这样背钱 最后他也怀念认为以为说中国是他的祖国 所以应该要帮助中国的年轻学弟弟子们 所以他就到中国去办学校 那办学校将近十年十一年的时间 那成功在四川省也超多八十八个的学校 最好的名列前茅的学生 他就召聚过来就网罗他们教育他们 用秘书长自己的智慧来栽培中国年轻人 一下子就毕业以后就考上北京大学交通大学 后来那些中共的老共干了 说这个是谁 那么多从四川来的可以考上那么好的学校 到底谁办的学校 一看一看看 哦 这个林志生 没有听过的林志生 然后就调查调查 原来他曾经林志生秘书长跟李登辉当总统的一个特使 好像是谢龙胜的样子 他跟他接触 那一些的资料当然就互相来往 互相来往就认识一些 结果被公安调查到说 哦 原来跟李登辉来往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注意林志生秘书长所办的学校 所以很多公安就故意刁难 然后这些设施没有安全 你的会计账目怎么都不一样 反正一个公安人员你怎么去刁难 没有皮条 你得听公安人员说的 他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 不然的话更多的麻烦他 但是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被注意到 就发现秘书长发现说 不对劲哦 物质 学校 东西可以没有 但是生命只有一个生命 东西可以换也可以再赚 然后可以再建造 但是一个生命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发现秘书长看见生命的宝贵 所以他就开始预备逃亡的 非常艰困的逃亡路程 超多一两个月的时间 被四个公安 然后最后两个公安 因为一看他们相信 这两个公安相信秘书长应该不会跑 因为秘书长也会给他们小费 几百块人民币 一百块 两百块 三百块 诶 这个被我们 被我们看管的这个人怎么那么好 给我们钱 后来觉得说没有什么另外的企图心 所以就很高兴了 有一次秘书长就拿比较多的钱 就告诉他 这个去照顾你们家人 结果那个公安就说 不必了 不要那么多 但是他发现为了生活 我当然就收嘛 小费就收了 有一次秘书长说 看冰箱没有啤酒 能不能帮我们 帮我买啤酒 就两个公安说 好啊可以啊 趁他们走的时候 哇 秘书长就开始逃亡了 开始逃逃 先坐 先包计程车 然后坐更快的火车 但是不能坐火车 一直到上海 那是好几个小时 他还是有时候用渡船的 有时候用在高级的旅馆 在那边藏起来 这样一直生活 一直逃逃逃逃逃 逃到 然后到上海的时候 一些 拿一些的自己的资金 然后到最后就到厦门 那厦门 但金门是比较近嘛 会忙啊 这个偷渡的老板说 嘿 你是台湾人 偷渡到台湾 我头一次听到 你是台湾人 偷渡到台湾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嘿 我是不是听错啊 就 反正有小费嘛 那个偷 那个老板说 呵呵 就开始 晚上 一直到金门 到金门的时候 当然就 不能到最岸边 差不多 腰部的水 就 秘书长就下水 都是水 又按摩摩 没有看到 所以他就下水 下水当然就 淡淡啊 都会湿啊 裤子会湿啊 披血也会 那只好这样走啊 原来他从下船 到岸边也要花一个多钟头 但是还没到岸边 累了 他就发现 因为 一看 走走走都是泥巴啊 你们知道 当过兵的男人啊 我们做男士的 当过兵也听过 只要你去过金门的话 金门周围都是地雷 真的是不小心的话 就蹦啊 那听说过几天 也当他们偷渡 就蹦掉 生命就被炸掉 但是秘书长呢 他发现说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地雷啊 他只好走 然后一看 长裤湿湿了 下半身都湿湿了 然后皮鞋呢 都是泥巴了 那当然就抬不起来 又累啊 那只好皮鞋就流下来 因为 没有办法走啊 就用打刺脚 襪子也破掉了 然后 你知道他的 秘书长的脚 双脚都被被壁壳 刺到流血 但是他为了生命 那有一次他累了 然后刚好有个柱子 他用手帕就顶住他的屁股 他就在那边向上天祷告 说 我 一些的物质 物质都已经没有 但是生命最宝贵 那假若你给我活着 我后半辈子 我对 我的台湾的故乡 完全的志工 来奉献 没有几秒钟 哇 他头上闪烁亮晶晶的星星 就是因为这个亮晶晶 亮晶晶的星星 那些他们 因为秘书长早就已经跟他的亲人 打电话到台湾 然后台湾透过金门认识的 然后就军人啊警察他们就找 就是因为这个亮晶晶闪烁的星星 他们看到这样的亮 他们就发现说 好像有人 结果他们就找到 原来是我们的秘书长 所以 谈到这样他的背景 非常的辛苦 是一个生命 所以他把他的生命 重新真正的奉献给我们台湾 有这样生命牺牲 而且是 从那时候到现在 他没有出过国 你们有几次了 出过 出过别的国家 当中一定有几次吧 对不对 但是 让毕属定 从2004年 2005年 这一两年开始 才发现 李登辉 告诉我们的秘书长说 那时候秘书长已经回到台湾 你不是学战争法吗 试试看用战争法来看看 台湾能不能出去 因为李登辉知道说 也不能用台湾这个名誉 也不能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誉 因为中华民国早就亡了 已经灭亡了 任何的名誉都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际的社会组织 所以李登辉就告诉他 用战争法试试看 果然不错 秘书长三个月的时间 专心 专心引读 圆稳 谈论 战争法里面的 台湾的地位 然后台湾要回到国际地位的正常化的时候 必须用国际法 战争法 这样的角度来看 发现原来用国际战争法 来对抗美国的始作俑者 对抗中华民国 有没有效 对抗中华民国 对抗中华民国 不能对抗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像一个公投一样 又不是代班嘛 他只不过是 中华民国只不过是班长而已 你要对抗班长 你一定要对抗找对老板才是 你怎么对抗这个工投班长 有效吗 当然无效 那唯一的大老板美国啊 哦 这样啊 这样好 我开始研究 怎么去对抗 还好 他的朋友 秘书长的朋友 他们也认识白宫的情报组的 资料组的组长 主任级的 那他整个的一些的 台湾的真相 然后整个过去19 1895年 马关条约 一直到1945年 这一段的时间 整个的资料呢 哇 原来秘书长找到更丰富的资料 其实美国早就记录 几年几月几日 都写的一清二楚 所以秘书长就开始研究 就找到这样的真正的原因 唯一的是要诉讼 用法院诉讼 控告美国 所以在2006年10月24号的时候 控告美国 诶 那时候谁敢控告美国啊 全世界有没有 全世界有 伊拉克 可以控告美国吗 有的人说 啊我们很恨美国 但是有没有控告 结果 国务院收到这个控告文的时候 哇 因为国家是免数权 没有权利可以控告 但是秘书长找到一个法 就是用人权 人权的话可以控告国家 那总统也没有办法控告 那用人权就控告 所以 你看我们秘书长 他用什么 来教兴美国 牵动日本 然后我们 教兴日本 再牵动美国 你看 秘书长厉害不厉害 你能够教兴美国 又是法院 高等法院 从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超到二十多次的 上上来来回回 这样抗辩的时候 假如是假的话 早就没有这样的案件了 陈水扁被抓的时候 秘书长也帮助他控告美国 但是陈水扁自己去控告说 我们要加入联合国的时候 你看 中华民国已经十几次去控告 联合国 然后有没有能够进入联合国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你怎么会有权力控告呢 请求让 假如我们在座都是董事会 所以 竟然有一个不是董事的 来到我们 困扰我们 然后控告我们 他根本没有权力 一定会拉他出去啊 因为不是我们的当事会 里面的当事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同样啊 中华民国是流亡的 怎么会变成一个会员国 所以 陈水扁这样几次都都不好 控告也没有效 但是 咱俩台湾民政府必须定 哇 一次 控告 马上就有抗辩 本来国务院说 不悔 这是政治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 结果发言说 不是哦 这不是政治问题 是事实哦 你要接纳 而且你要打变 就开始有 来回抗辩 然后最后 国务院 就放弃抗辩权 是第一次 控告美国的事件 现在第二 第二次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哦 今年二次八 哇 你看第二次 控告 美国有没有接受 有没有 那诈骗集团 美国会不会接受 蛤 当然不会 你诈骗集团 控告 美国 你敢什么啊 你怎么诈骗集团 还会控告 反而还要抓你 所以 你们的亲家朋友 虽然很多人说 哇 你要去台湾政府啊 诈骗集团 骗校啊 有听到吗 有听过吗 我们不安有机会 我们不安有机会 但是 那你好的机会 整个 都改变了 原来我们的观念是不容易改变的 真的不容易改变 诶 诶 我三十多年前跟平地小姐恋爱的时候 我这个准业父母 完全排斥我这个山地人了 搞啥子 蛤 你跟环娜一起恋爱啊 啊你病 哇 你看那时候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我就跟我现在太太谈恋爱 我太太是塞雷休假 对我来讲是水啊 对 那 那我这个准业父母 他也亲自跑到 因为我们读神学院 跑到神学院去抗议 哇 他就跟院长说 院长啊 你这个学生怎么拐佑我的女儿 院长告诉我这个准业母说 你的男孩几岁 又不是十几岁 十二岁的拐佑 已经成人了 所以我们恋爱时的也在神学院 为了我们高杀祖的年轻 跟平地小姐年轻 开一堂课呢 在那边讨论呢 为了我们的乱爱的故事 在那上口呢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讨论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牙妇 get了 这样 哇 啊你欢喜 但是我还是 五中一中 我还是要等待 准业父母 这个被我岳母带去带回家的时候 下一次我们好好谈 下一次原来被软禁了 我的女朋友被软禁了 软禁到我去看的时候不容易看了 我还要等八个小时在那边看我的女朋友 奇怪 这个痴痴的山地人 这年轻人 结果我爸爸说 不要了 我们怎么配得上平地小姐 不过我等 你看我起摩托车了 从新竹到西路 滚滚滚滚滚滚滚壽 那是这十几年前的 结果女朋友一看到 她自己出来 我进去 我知道准岳父已经出去了 姐姐也出去了 准岳母也出去了 当然存一个人 我的女朋友 我就马上进去跟她见面一下 你怎么来 我已经等好几个小时 在你门口对面 她吓一跳 最后她就逃亡了 我那个女朋友 用卡塔车 用那个脚踏车 因为她是虎尾女中毕业的 虎尾女中她是一对的 一对蛮漂亮 她一定会被筛选 女同学 她一直到虎尾车站 把这个脚踏车 放在虎尾车站 放着就逃跑 跑到台中去见我姐姐 在那边一个多月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已经做教会的传道人 那有一次我回到台中的时候 我姐姐就笑得要命 因为已经半年没有跟女朋友来 通信了 都被我准岳母没收 最后 我的准岳母还告诉我说 你们还是相爱的嘛 当然就是相爱嘛 那最后 发现说 我的女朋友 决心 有这样的一颗心 生命 我女朋友 我现在的师母 我现在的太太 就直接跟我 跟她妈妈说 妈妈 我相信我自己选择的对 我用生命 我自己完全负责 所以我们结婚以后 第一个 一年以后就生孩子 我生了第一个 带孙 外孙呢 回家去看岳父母 结果那个岳母说什么 啊 花儿子也够多啊 好 那我刚刚在谈到说 连美国的老师 因为也说到神学院 为了 义主通婚 上了一堂课 然后他特别告诉 院长也告诉 所有的平地 男女同学 今天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相信将来 会越来越多 因为太多的 高沙族的年轻人 优秀的 一定不少 对不对 那你承认吗 所以有那么多的 我们的平地小姐 越来越来越多 嫁给高沙族 高沙族的小姐 有时候会 可能你们有 情侠 你们有 惊喜 还是 幸福 也是高沙族 有没有 好吗 这个离体了 不过我们回到 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看秘书长 他用生命 来帮助 我们的台湾 用我们台湾的后裔 后代 着想 建构 用国际战争法 建构 台湾民政府 你们知道台湾民政府的组织 为什么会成立吗 知道吗 台湾民政府 民政府 这个组织呢 是在美国军事政府底下 架构里面的组织 按照战争法的规定 我们台湾人 是被美国占领者 因为他委托了蒋介石 第次要的占领者 来管辖 我们台湾 所以 占领者 或者是征服者 你要在当地 一段的时间 要成立 平民政府 就像伊拉克 被美国进攻到伊拉克的时候 那美国就 掌管了伊拉克 就成立了 伊拉克 平民政府 古巴也是一样 琉球也是一样 按照战争法 在菲律宾 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成立 平民政府 那原来受美国之托的蒋介石这个集团 也应该要成立台湾平民政府 但是蒋介石不成立 因为他要侵蚀占地为往的心态 来成为台湾就是他自己的土地 所以 整个的历史 从那时候就改变 所有的真相 扭曲了 整个台湾的历史 来教育我们 现在的 烂台湾人 七十年过 想想看 七十年的时间 这个七十年时间 整个的生命 被谋杀 财产没收 刚刚所讲的 一百个 他们公教人员带来 带过来 然后七十年的时间 整个公教人员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都是中国人 虽然你们的媳妇或是女婿 是中国人 那暂时把感情放在一边 我们先依法 来看看 真正的事实 所以 整个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看 现在的 中华民国体育 整个的教育体制 真的就像 秘书长 一直写的 新台湾论 所以秘书长都一直跟我们讲说 真的要了解 我们台湾的 历史的真相 你非得要读好 新台湾论 所以没有买的 请你们可以买 那里面真的是宝 那整个 虽然你可以在网路可以看 那边有很多的文章 没问题 战争时回顾都有 但是假如你有一本 好好看 那是一个聚宝 因为你 既然你来到 台湾民政府 从初级班 高级班 一定有一些的过程 有几关 你非得要经过 你才可以配得上 来帮助台湾人的建构 那建构成为新的台湾 而不是 化民国的体制 完全的更改 更换 那就要等待 我们这一次 第二次 我们秘书长带着 二月228个人 或者是我们 当那是第一次 第二次 控告美国的时候 用三四万的 整个的台湾人民 控告美国 而且也控告中华民国 那控告中华民国是 要让中华民国 离开台湾 让美国 亲自 占领台湾 整个这样的 控诉内容 中华民国 了解吗 一定了解 三月三十号 我们秘书长也讲了 今年的三月三十号 中华民国外交部 林永生 他收到了 我们控告美国的 诉状内容 然后美国法院 寄到中华民国 他们外交部 这个维 外交部 他们收到了 你看 可恶到几点 信封已经拿到了 然后打开 然后又再贴上去 然后用推荐 那我这样啊 只有流氧的人 可以走了 无良心的人 真的是没有良心 以为说这样 偷鸡摸狗就可以了 本来他的生活面 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啊 所以不足为奇了 无限 结果 美国法院的书记官 生气得要命 好 就定两个月之内 中华民国你要答辩 所以两个月之内 三月三十号 应该到五月底 五月三十一号 但是二十八号 因为二十九三十四 好像是礼拜六 礼拜天的样子 二十八号 好像也对 在周间的时候 中华民国就答辩 你知道马英九 委派了江一华 还有金普聪 为什么来到美国 他们就是要找 哈佛大学的律师 替他们辩论 那是五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已经收到了 所以秘书长讲说 赶快 美国也是用 第一次我们控告 秘书长控告美国 用同样的方式 针对第二次的控诉 第一次是同样的 也是六月十七号 以前 我们民政府要答辩 那今天 那今天 秘书长你看 要求 你们台语说 有要求 但是要求 这样 这样 哇厉害 这样有厉害吗 厉害到什么程度 原来是应该是在五月的时候 秘书长有预备答辩 但是想到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美国国务院呢 也会高拐 他一定会拖 中华民国 同样的 也是高拐 所以他不要在五月底之前 用答辩 所以他拖到一样的六月十七 用我们答辩文 向美国跟中华民国答辩 有厉害吗 哇 夭壮厉害 所以 我们秘书长早就已经掌握 而且很清楚 执政的时间 这样差不多了 执政的机会 差不多 虽然我们不确定 磨夜磨日 这是在美国的手中 但是 今年 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们高级班 要继续打拼 继续参考 这样可以吗 就是你的参考 就是因为有你 这样台湾民政府 让台湾的辩职 这样有欲望 这样有吗 有信心吗 有啊 所以看你们 不要高级班 回去就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对了 那时间还没够 我参加 参加 继续参加 没有 那时候时间来不及了 不要怪 不要怪我们呢 要怪自己了 没有把握机会 所以像这样的时间 已经很清楚 等一下会再谈 我们再回到 今天 我们的秘书长 看见中华民国的状况 无论是政治现金也好 无论是政治现金也好 司法也好 都是中华民国自己的司法 它可以改变 为什么呢 一个法官可以破几年 另外一个法官可以改变几年 有时候有期徒刑 十年 二十年 有时候有期徒刑 有时候本来无期徒刑的 到最后五年 第三次过 再上诉 这样没罪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这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你还要让中华民国继续吗 不要 这样好 来看 继续来看 所以看到你看整个 要打破中华民国的体制殖民教育 你看本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太平洋地区战争 结果中华民国把它改为中国战区 目的就是 这个都是我们内战 知道吗 我们还没有进到台湾民政府 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对不 是你来到台湾民政府才看到说 怎么变成中国战区 然后光复节 大家都高兴 台湾光复 我们没有听过说 台湾光复是假的 但是烂告台湾民政府 有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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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仙呢 听话别告 所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本来就是没有光复节 中国和中华民国 哪里有跟我们台湾作战 有没有 没有 就是美国轰炸 烂台湾 所以应该是美国是我们的敌人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盟友 那中华民国应该是我们的敌人 应该是我们的敌人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为他当兵 还要为他纳税 当兵的人 当兵的人 做老板 这样有合理吗 合理吗 合理啊 然后他强迫我们选举 哦 这个是民主自由 我到这里民主自由 都是假仙 都是贿赂的 能够我们有一段时间 高沙族的村长 很多部落说 哇 各位同胞 今天晚上 正门可以关 后门不必关 哈哈 双隔的是哦 这门可以开 后门开开的 哇 难怪我们第二天一看 哇 这都是猪毛在水沟 原来杀过猪了 这是贿赂啊 这就是电话民国 所以看到整个 然后滥杀我们台湾人 二八事件的时候 对不对 二八事件至少十二万六千个人死掉 那然后把我们整个的红块木都 道坎道法 在阿扁时代的时候 我们几个牧师 讨论 然后也参加 因为那时候是阿扁时代嘛 我们差不多一半都是牧师 还有年轻的高沙族 还有年轻的高沙族 用马告 所以马告国家公园 那马告就是 山 山椒糊啊 山椒糕啊 对 也有吃过马化山椒糕 那些粒粒的 那个就是 你到山上 没有水喝的话 可以用山椒糕去吃 就可以解渴 那我们用马告国家公园 然后本来已经快成立 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 一半以上是高沙族 然后几分之几 在上班 无论在服务地区 或是在山庄的 太平山那边 太多都是中国人在掌控 应该都要改变 甚至透过马告国家公园 影响太陆阁国家公园 影响玉山国家公园 影响雪霸国家公园 隆重影响国家公园 的组织体系 高沙族应该进到来地 来做上班 因为都是中国人 都是平地人 这样不合理啊 我们自己的高校 我们自己的传统领域 是怎么不可以做 自己高沙族在那上班 因为中华民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事情 就在那边 在那边争夺这样的权益 最后他们接纳我们的 好 一半以上 让高沙族也到那边上班 本来都已经成型 然后能够影响 其他的国家公园 让高沙族也看到固定的收入上班 结果竟然有一个高什么美啊 一个立法委员啊 高金 我往来撩住啊 就是这个人 马上阻挡 结果就没有 马高国家公园的成立了 然后 这些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就问那个 林务处 处长 到法的所有整个全台湾的 砍伐 红块 松薄 到底有多少的数量 有多少的面积 他们不敢讲 我说 署长 假如你不敢讲 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不来开会 结果下一次 他真的能拿了资料 你知道多少吗 被砍伐的 全台湾 至少六千公顷 这千千米花的 那个 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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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公顷 以上 那些钱 跑到哪里 都是用他们自己的 我们台湾民政府 要不要重新调查 要不要 但是你也要参加 你如果没有继续 参加 五官 没有参加 台湾民政府的长官 你也没有管理了 所以可以继续参加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好 可能就放在你的手中 让你定心叼紮 定我买国 这样好吗 好吗 这样好 真好 看到这样 来休息十分钟 好吗 好 休息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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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